好 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 是之前這個藝人楊秀慧 不是在這個天才沖沖沖的錄影之後呢 他就爆出來他們兩個人有這個錄影爭議嗎 他跟乃哥之間 沒有錯 因為當時呢 楊秀慧他就指控說 他被主持人徐乃琳罵劍 讓他受不了 所以呢 雙方因此鬧出風波多日 不過呢 就在昨天 兩個人是世紀破冰囉 他們錄製這個 東風衛視的挑戰拔大神的節目 製作單位呢 還特別準備了 萬劍穿新的蛋糕 還讓兩個人現場來個大和報的世紀和解 楊秀慧昨天見到徐乃琳 直接現場告白 我愛你 兩個人放下過往恩怨 楊秀慧更坦言 自己前幾天才開刀見了席肉 收到邀約 立馬答應 他說兩顆席肉 一顆2公分 一顆0.8公分 也不是很大 現在正在化驗當中 醫生說要休息一個禮拜 但我才休息三天 我不去 我怕乃哥誤會我 所以不管是撿了席肉還是大腸 我都一定要來 楊秀慧表示 自己如今對見這個字已經釋懷了 還喊話說 現在說100次都可以 楊秀慧跟分享 當時是因為曾國城開導 才驚覺徐乃琳並非有意 碎事後自己才開了直播道歉 而對此徐乃琳則是正面回應說 不用道歉 說者無心 聽者有意 只是當下沒說開才會造成誤會 我們就當做社會的一面鏡子 小的誤會解釋開來 大家都不會有任何不開心 哇 那個和好真的是太好了 沒錯 那現在讓我們繼續關注到 演藝圈的另外一則好消息 就是藝人蕭敬騰和他的經紀人Summer 結婚將近一年之後 13號在台北的萬豪酒店 不辦婚禮 拜個演藝圈呢 都到場來進行祝福 除了呢 新人令人動容的結婚誓詞之外呢 小爸爸也開心的 對夫妻倆進行催生 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有網友認為呢 這句話或許可能有些不太恰當 而對於生子計劃呢 Summer其實早在去年 就有明確的做出了回應 李奧輝是我的老婆 李奧輝我愛你 那年就曾主動提及生子計劃 直言生育呢 對他來說是一種選擇而非責任 而且深信呢 生孩子是因為愛 不生孩子也是因為愛 結婚和生子 過去從來都不在我的努力清單中 因為我知道 真愛不是靠我努力就會來的 不想生和不能生是不一樣的 這些年我們思考無數次 對我們而言 生孩子是因為愛 不生孩子也是因為愛 但這是一個選擇 不是一個任務 Summer也表示 這份情感除了自己的年紀 違反了大眾的認知 我們之間三餐四季不能再平凡了 因此醜話或神話都是多餘 而肖慶騰對於生子的看法 則是和Summer一致 這場世界婚禮呢 剛剛有說嘛 半個演藝圈就到了 有誰到呢 藝人柯振東王子坤達等人也都有到場 而且他們還在過程大中 當大跳這個16噸 沒有想到呢 跳完16噸之後的隔天 柯振東就在翠上面發文說 自己跳完之後 居然沒有辦法起身 同時呢 還在這個文中 喊話昆達說 幹嘛要叫我上台了 天文一出呢 就引發了網友討論 而昆達也親自現身在下方留言 柯振東14日發文分享婚禮經驗 他坦言自己當時真的不應該跳16噸 因為今天退酸到無法起身 讓他感到相當後悔 柯振東以既無奈又輕鬆的語氣透露說 昨天真的不該在婚禮上跳什麼16噸的 今天腿酸到一個不能起身 最後還不忘標記好友昆達的帳號 以半開玩笑的方式責怪對方說 幹嘛叫我上台啦 天文曝光之後 除了吸引大批網友朝聖按讚之外 同時許多網友也紛紛留言虧他說 幹嘛虐待自己 而昆達在看完天文之後 除了在底下留言 向柯振東表示 I'm so sorry之外 他也笑稱說 好啦謝謝你陪我愛你喔 讓個人之間的鬥趣互動 讓粉絲們看完之後爆笑不已 接下來關注民生話題 知名的連鎖回轉壽司店壽司狼 最近很常遭到這個顧客來鬧事 大家還記得嗎 今年6月的時候 有一名這個女大生 他將他自己的這個寵物 手工放在這個壽司盤裡面 當時呢就引發爭議了嘛 沒有想到呢 在這個月月初又有一名刺青的男子 他將整包檳榔 放在回轉壽司台的盤子上面玩弄 整個惡搞行徑呢 他們也都拍了下來還發上網 就因此引發了網友討論 對此呢 壽司狼表示 他們將會提告這一名放檳榔的男子 而這一名女大生 他們則是已經提告了 準備求償20萬元 今年6月 一名原治大學女學生 在壽司狼用餐的時候 居然將自己的寵物手工 放在醬料碟上拍照 還PO網直呼壽司胖胖包 而畫面曝光之後 引發了大批網友撻伐 針對不當的用餐行為 壽司狼委託律師李玉生就透露說 今年7月已經正式的 向壽司的女大生提告 要求賠償20萬元 不過考量對方還是學生 他們只有求償 清潔消毒以及訴訟費用 並未包括傷慾損失 而且所有的求償費用 都有單據作為憑證 另外對於這一名放檳榔的男子 律師李玉生也表示 在確認男子身份之後 壽司狼同樣會提告求償